有沒有好一點 好了啦 好了啦 來 還會痛嗎 不會啦 現在不會 事隔一天 儘管腳上和手臂上的傷 慢慢痊癒 但對於案發當時 還是記憶有心 陳清福說 當下只顧得救老人 沒有想太多 對啦 當時那時候很緊急 那我把他抓出來 我把他拉出來 他要拿那個 路來沒要刺給我 我拿一個刺膠籃子 要跟他打 那他住過來 我被我抓到 我就把他壓下來 9號凌晨6點多 陳清福募集張姓嫌犯 進入祥風街一間水果店 攻擊獨自在看店的 80歲老人 意圖搶奪現金 他馬上衝進店裡 把嫌犯拖出店外制服 與歹徒扭打過程中 自己也受傷 非常感謝我們學長 能退而不休 遇到這種狀況 能靈危不亂 奮不顧身 將嫌犯壓制 保護民眾的安全 立下的風範 確實值得我們好好的學習 非常感謝我們的學長 陳清福建英勇為 救老夫人一命 英勇表現 讓港督姐妹協會相當感動 特別與警察局第二分局長高德昌 警理長前往陳家慰問 送上水果和獎牌 感謝我們這個陳清福 也是我們陳警官 他退休 他是警察退休的 然後能夠敬意有為 這個行為在現在的社會 已經非常稀少了 所以呢我回去報告我們 姐妹會的所有的姐妹 大家都非常的感動 覺得我們應該要表示一些敬意 所以特地呢 我們準備了水果 我們準備了 等一下還有一個獎牌 然後我們還有一點慰問金 來給我們的英雄 然後希望他能夠早日康復 但身為警察人員 一日警察 終身警察 只做該做的事 記者黃燒民 基隆報導